花林县副旅程长关怀协会 三月份把爱心寄注到了国风国中 除了是协会自助一位极难救助学生之外 前理事长黄欣怡也节省了庆生餐费 并且号召朋友捐出上款 并且帮助五位国风国中的清寒优秀学生 16号中午是举办了捐赠仪式 校方相当感谢来自社团的爱心 让清平的家庭孩子们都能够安心的完成学业 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三月份把爱心寄注到国风国中 除了协会资助一位极难救助学生之外 前理事长黄欣怡也节省庆生餐费 并号召很多朋友一起捐出上款 帮助五位国风国中的清寒优秀学生 国风国中我们最近得知 有一位孩子家庭遭遇变故 剩下妈妈跟奶奶一家三口 还有很多的费用要去支应 因为爸爸过世 所以在这个急难救助上 我们今天特别就来联合礼监事 一起来捐款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笔捐助 就是说我们的前理事长黄欣怡黄女士 她就把她的生日的这个 参费的这个相关费用节省下来 也号召朋友一起来共襄盛局 所以有另外捐了五位清寒优秀的孩子 从七年级到九年级都有 所以就是有五位的孩子这个奖助学金跟一位孩子的这个急难救助金 那我们今天就捐了总共是十三万五千元 那在这个捐赠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给孩子们跟他的家里的这个一些温暖跟关怀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业上好好的专注跟努力 十六号中午举办了捐赠仪式 校方非常感谢来自社团的爱心 让清贫家庭孩子可以安心的完成学业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学会 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场合 把所有的理事还有理事长 我们也会议员一起来到学校来关心孩子们的学习 并且针对孩子们有一些家庭状况需要弱势的部分 需要提供协助的部分 来给予及时的奖助学金的一个赞助 让孩子们可以在国中阶段 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有一个美好的发展 让他可以有一个及时的一个资源 让他可以转化成在功课上 或是说一些功课的学习文具 或是说有相关的费用的支出 让若是学生的孩子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支援 一个资助 让他在求学过程当中能够顺利的发展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和39位的善心人士 共捐出了13万5000元 将可以帮助一位急难事故学生 和五位的清寒优秀学子 这些经费将设置专库 专款来指引学生们在校期间 学习所需要支付的其他费用 学习会欢迎视报导 高敞 学习